你别看冯夕现在对你言听计从 很快便会失去兴趣 我劝你 还是知趣得好 我不管你跟冯夕有着怎样的过去 但是在此刻 她心里最重要的女人是我 这个玉牌你见过吧 这是我俩出玉时 她送给我的信物 她说这是她娘送给她的 她只能送给她最心爱的女人 区区一块玉牌 随你怎么胡说 怕是冯夕 都没有跟你提过玉牌的事吧 也对 既然她不打算送给你 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我与大人多年的感情 岂能为你所的 区区一块玉牌 谁知道你是从哪儿弄来变的故事 好吧 既然玉牌的事情你不相信 我跟冯夕总去了皮影戏班 你应该知道吧 她还让戏班 专门排了一出西月记 讲的就是我们两个的故事 若是哪天你有闲情益智 亲自去看一看 便知道真假了 夫人 别听她胡说 她就是故意气你的 不信 咱们去找冯大人对质去 够了 大人 不信 玉柔 你今天是怎么了 这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女人 头一次见到你动气 我最近也不知是怎么了 总有些心神不宁 我特地为你寻了一只布瑶 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呢 大人送我那么多首饰 哪儿带得过来呀 这只布瑶 是前朝的王爷 送给她的结发妻子的 寓意着王妃花容月貌 寓意着王爷情笔金尖 来 好看 大人送的我都喜欢 走吧 我早就说过了 夫人在冯府的地位 是不可撼度的 来 冬月姐 你看起来心情不太好 是不是因为冯大人送给玉柔姐 云冰清浴金不瑶 瞎说 你看我平日里可戴那些首饰 我只是好奇 冯夕跟丽芋柔 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去 冯大人和与芋柔姐的过去 我是不知道 但是现在怎么样呢 我倒略有耳闻 我听说 昨天与芋柔姐得了首饰 并不高兴 听她房里的丫鬟说 她昨天晚上准备好了一切 冯大人却宁可去书房过夜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 据说与芋柔姐进府以来 冯大人从来未与她原房 而且还跟她说 如果有更好的去处 不妨让她离开冯府 不可能 她在外面都是以柔夫人自居的 柔夫人 而不是冯夫人 对吧 那是因为这都是她一厢情愿 是 她是救过冯大人的命 可是我看冯大人对她 并没有什么感情 只是在报恩而已 你说得也不无道理哦 冯月姐 冯大人故意在你面前 对与芋柔姐好 就是想让你妒忌 让你多在乎她一点 对呀 夫人 后宫派人来 说是贵妃娘娘要见您 请您过去一趟 贵妃娘娘要见我 大人 您稍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宫只是找你闲聊两句 不知不觉倒是扯远了 这是陛下赏赐的葡萄 难得吃到 你也试试吧 立珠 是毒 是 后宫人多守杂 没错的 毕竟是陛下赏赐的食物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怕就怕是 有人连陛下遇刺的东西都敢做手脚 之前红饿那个贱人 立珠 闭嘴 冬月姑娘 你也尝尝这葡萄吧 我回来了 宫人多守人 既然哪怕是 不知道 可怜 这种改变都更爽了 不知不知 或者是 自己应该是 或论 明天 营 宫女姐姐 请留步 冬月大人有事吗 刚刚你提到红饿 贵妃娘娘为什么那么大反应 她是前不久死的宫女吗 红饿之间人被婉嫔收买 在娘娘饮食里下毒 幸亏小满姐姐发现 娘娘才平安无事 但小满姐姐却被人所害 是红饿 宫里的事你管那么多干吗 总之还好有冯尚书 不然娘娘在宫里 还指不定被人怎么算计呢 奴婢告退 陛下如果还是不是 不如今日也歇了吧 就让人去通传一声 让那些大臣们不要再候着了 那怎么行呢 父王临终之事一再叮嘱朕 要勤于朝政 朕这么多年来 一直不敢忘记 可是陛下 已经不是好几日了 安妃 昨日朕身体不适 抱恙未上朝 已经于心不忍了 你要是再劝朕的话 那就是 献朕于不意呀 可是陛下 昨晚您上吐下谢 臣妾真的很担心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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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务府真的查清楚了吧 朕这几日的膳食 肯定没问题吗 从上到下都问过了 并无任何问题 不然 臣妾再派人去查一遍 陛下 私药局那边说 您平常吃的丹药里 少了一味雪灵草 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紫园 紫园 是我 道乐少爷 您找紫园小姐吗 是啊 一天没见到她了 过来看看 她不在屋里吗 她出门去了 她去哪儿了 好像是说去相亲了 相亲 在哪儿 和谁啊 初次见面 我叫卢 你是太史局的卢川卢大人 你认识我 当然了 我们上次在太 不对 我和她上次见面时还是明珠 现在我改变了身份和容貌 我们应该素未谋面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 但你的京都杂谈 我每期都看 是弗大人跟你说的对不对 虚命而已啦 虚命而已 天哪 冯大人肯定是大大推荐了我一番 柔夫人把她侄女介绍给我 一定也是她的意思 她对我好看着我 也不险 连着 你们闻人最开心的事情 不就是别人喜欢自己的作品吗 其实也没有了 这道烧鸡是我最喜欢的菜 你呢 我也是 真的 那你 知道此酒是何酒吗 怎么回事 不会是有鬼吧 道乐 道乐 你 你怎么来了 你要相亲 怎么从来没有跟我提过 道乐 原来是你啊 你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都吓死我了 起开 冯大人这么关心我吗 特地派你来 看看我们的进展 是不是 你先回府去 我一会儿再告诉你 道乐 你一找紫月有事啊 是 紫月每天都要跟我一起练舞 一天落下都不行 练舞 一会儿就回去练 那不行 你回去我就睡了 没人教你了 那我自己练行吗 你 冯府的小姐也要练舞呀 冯大人真是太严格了 是 所以冯家小姐 也应该嫁给一个 武功高强的人才对 这个不一定啊 户补也挺好的 谁说的 冯小姐 道乐 我要嫁给谁 你说不算 你是我冯家的人 我当然要替你把关 这个对 紫月你是冯夕的侄女 不是谁都能配得上的 紫月是冯夕的侄女 道乐叫冯大人小叔 那道乐你就是 紫月小姐的弟弟 哎呀 弟弟 如果我以后成了 冯家的女婿 你可得多多照顾我 谁是你弟弟 够了 道乐 卢大人 我 我实在是抱歉 我 我今日来见你 并无相亲之意 只是宇柔姐 她 她盛情难缺 我只有见你一面 才能给她一个答复 也就是说 冯大人 没有把你许赔给我 大人并不知道 原来如此 事无自作多情了 实在是抱歉啊 紫月 我 紫月 这顿饭我替紫月结了 就当给你赔罪 是 本来以为能和冯大人 成为一家人 下一期京都杂谈 我就要写 相亲 方骗 志胺 紫月 紫园 紫园 你等等我 紫园 紫园 我真的不知道是羽柔姐 让你来相亲的 道乐 你真是太无礼了 就算我真是要来相亲的 你也不用跟着来看吧 我 我们是一家人嘛 我当然要替你把关 更何况 那个卢川 他配不上你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会想清楚的 用不着旁人来插手 况且卢大人哪理不好了 你要这样说他 我当时跟随冬月姐 在太史局时 卢大人对我很是照顾 我现在都还记得 原来 你们那么早就有情人 在太史局时 我现在就有情人 在太史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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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你会如此蛮后无礼 我 我 紫园 因为 我在乎你啊 保持月 额柳姐 紫园 上次的卢大人 你不满意是吗 卢大人他很好 只是 我 没关系 我又� terra了几个人选 个个都比卢川好 你若是有空的话 再去见一见 雨柔姐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只是我真的不想再相亲了 一次不成没关系的 本就是好事多磨 可世间再多的人 都没有用的 我不是别人不够好 我现在就没有 要嫁人的心思 我只想帮冯大人做事 好好完成我的任务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不识好歹 雨柔姐 您见谅 我明白你的心思 但是毕竟是女孩子家 总不能为了练武 就误了终身大事吧 但是我现在 她不会误了终身大事的 道乐 女孩子家的事 你懂什么呀 雨柔姐 我是不懂女孩子家的事 可是你让我未来的妻子 出去相亲 这件事我不能不管吧 又再胡说 子鸢怎么是你未来的妻子了 是吗 子鸢 是 我们俩两情相悦 她早就说过要娶我了 之前怎么没听你们说过 我们虽不是血亲 但毕竟 子鸢是表小姐的身份 小叔还没有决定之前 不方便告诉外人 我们还要练武 就先行告退了 夫人 她们俩 这是真是假啊 不管是真是假 我们都不能再参与其中了 若是惊动了大人 可就不好了 好了 他们没有跟上来 你竟然挺够义气的 你不生我气了 你惹了我一次 又帮了我一次 我们扯平了 那就好 我们开始吧 开始 真的吗 对啊 我们开始练武啊 练武啊 好 练武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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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开始了 今年夏天大旱三月 下官亲自带人抽水灌溉 才好不容易保住收成啊 天下大旱 朕比你们还着急 为了这个天灾 朕已经让整个皇宫 都抄惊祈福 难道还不够诚意吗 陛下心意全权 天地可见 可似要举一句话 稻田改种雪林草 那让百姓吃什么 朕服侍丹药 也是为了修道 为百姓祈福 你竟敢抗制 聚种雪林草 是不是觉得 朕做得不妥啊 陛下若能够远离修道 德师无偏 自然与天地齐德 日月齐名 又何必一味沉迷丹药啊 你 众外琪 你们怎么看 陛下 在这儿 杨大人抗制聚种雪林草 赢得了 亲戏百姓的名胜 却把陛下置于不义 此为罪状因 聚献百年药草 令龙体不适 此为罪状二 当庭驳斥陛下 此为罪状三 杨大人三醉病犯 臣建议 削去官职 打入天牢 徐外却 你们议下如何呀 你们议下如何呀 皇上圣名 罪臣扬言 万上欺君 罪无可恕 今打入天牢 等候处斩 家眷流放 听此 请 大人有令 这两日出入冯府 要检查令牌 怎么 我也要令牌吗 车备好了吗 备好了 之前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已经出发去竹鸣驿了 竹鸣驿 他们又在搞什么鬼 我得想办法溜出去看看 我跟他一块儿的 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被你所害 此事是否有内情 世人怎么看我 我风袭一向不在乎 在这世上 我只在乎你怎么看我 我不知道 但总觉得 我没有想过 我赶你 一辈子 我明天要在乎你 我根据你 不属 只能想像 谁 很想看 你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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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动计划书 冯大人 冯夕 冯夕 这杯 进入我们的冬月 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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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开 别动我的弄实力 命都快没了 还电视着自己的弓弓 我求求你 求求你 滑给我 押下去 押进去了 进去 进去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求财 把粮草和钱留下 各位就能平安离开 大胆流匪 竟敢打官府的注意 走 你面上来这粮草 却把犯人放走 把粮草带走 是 是 大人 杨衍家人已经安置妥当 休整几日 我们会送她们去 安全的地方定居 干得漂亮 冯夕 她不是应该喝醉了在家里吗 通知慕容姑娘做好准备 我会想办法让她尽快进进 和督比他消防 云术 兰术 袁姝 娘家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我先走了 你别装了 你也听到了笛声 对不对 我的冬月可算是有点进步了 直到把我灌醉了 偷偷跑出去 可惜呀可惜 这骗人的功夫 还不及我的十分之一呢 那帮救人的江湖人士 是你安排的 你还是未曾真正信任我 你假装被我灌醉 又何尝信任于我 这夜色这么美 笛声这么好听 美人纯久 还有什么需要假装的呢 杨衍的死已是注定的事 现在他用一个人的性命 保证了杨家所有人 我在朝堂上直输凶义的时候 就已抱着赴死的决心 没想到的是 倒便宜了你这个奸命小人 没有半点本事只会讨陛下换心 玩弄权术 积极杀位 别碰我 退下 杨大人决死敬言 浩然正气 冯某佩服 但是杨大人 你死了 你的家人呢 你认为陛下会放过他吗 冯某虽然不能为大人避祸 不过只要大人信得过你 在下可以 想办法保护大人一家蹊跷 让他们远离纷争 那正有劳冯大人了 陛下前新修道 左相路侯 方党相征 若是没有霹雳手段 步步为营 就是任人鱼肉 况且 我又不是什么忠臣良将 也从不在乎悠悠众口 但你说过 你在乎我对你的看法 当然 坐下来给我讲讲 你是怎么看我的 放心 我只是跟你聊了天罢了 你我之间清清白白 你心虚什么 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你小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也像现在这样吗 心思深沉 八面玲珑 你真有果子吗 我小的时候 母亲早逝 父亲忙于公务 我无聊极了 就会跑到树林里 摘野果子吧 小时候 我也在野地里摘过果子 但不是因为好玩 是因为饿 小时候 就是那种病人 还真有病人 管子 我都只把我打开 técnic子 老 Mmmm 你还没有怎么做 再加碎 好 ок 你还准备去 却又吃不下去